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火箭軍陷入涉物全民開始 中共軍隊高層的動態就引起各界關注 最新傳聞指 中共中央軍偉裝備發展部有7個將領被帶走調查 謝萬鈞9月14日在社媒爆料說 就在13日 總裝備發展部夏副部長、姚副部長、 項目中心王主任、科定局局長、市莊局局長共7名將軍都被帶走調查 其中夏副部長曾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的首席大秘書 而副部長被抄家 謝萬鈞所說的總裝備發展部應該是裝備發展部 前身是總裝備部 這則消息目前並沒有獲得證實 這一類有關中共軍隊高層移動的消息最近落役不絕 消息或真或假但都反映了中共政局的隱密和不穩定 上個月底 裝備發展部曾經公告說 已經在內部展開調查要針對腐敗採購主動竊物等違規行為 反查到2017年 這個被認為是習近平清洗軍中反對派的舉動 在這則公告之後 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就從外界視野中失蹤 李尚福由2017年起擔任裝備發展部部長 今年3月才接任國防部長 在謝萬鈞提到的最新傳聞中 被帶走的夏副部長曾經是張又俠的首席大秘書 張又俠也與裝備發展部有關 他是李尚福的前一任裝備發展部長 因此外界猜測 李尚福和張又俠遇過出事 或者與習近平倒茶裝備部有關 大紀元就爆料指出 習近平最近對軍隊落手 都源於他對預言的恐懼 大紀元引述可靠消息指 習近平真的相信預言 好怕死 預言中有拿著弓箭射的圖片 他認為與火箭是對應的 所以他將火箭軍都撤了 捉起來 這是主要原因 李尚福雖然不是火箭軍出身 但他是中共航天領域專家 從事的工作一直與火箭發射等有關聯 至於張又俠曾經有分析說 因為張字可以拆解為長和弓兩個字 暗合推背圖第46像中對發動政變的將領描述 所以也令習近平擔心 第46像指出 由一軍人申大公 指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女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目前中共火箭軍軍頭被換 外交部雞飛狗條 如果上面提到的傳聞被證實 這樣將被發展部也陷入混亂 中共的中良集團公司網站13日發出一份很有意思的通知 是關於香港富豪 霍英東的孫霍振剛的職務調整通知 通知說 根據關於霍振剛、歐陽謙職務調整的通知 國之黨任至202366號精神 霍啟剛同志任中良集團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歐陽謙同志不再擔任中良集團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職務 中良集團公司網站介紹 霍振剛董事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經濟管理學系 是第14屆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院職霍英東集團副總裁等 2023年被評為中良集團外部董事 阿波羅分析人士王督然認為 熟悉中國官場的人都知道 凡是被稱為同志的 都是中共的黨員身份 今次中共的央企中良集團公司公布任命 稱呼霍啟剛同志 顯然他不是一般的港人 而是黨的幹部在這個集團任職 也就是霍英東的孫霍振剛 擔任了中共的高幹 詭異的是 關於霍振剛李新 任央企中良集團外部董事的報道 目前騰訊新聞和新浪新聞已經刪除 包括最初發表消息的中良集團公司網站 在中良集團公司網站搜索霍啟剛 結果已經成為空白 黃都然表示 霍啟剛的中共同志身份 這是不打之招 越苗越坑 香港警方12日大走 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的外父 外母和大舅 想了解三人是否仍然和許智峰 有任何聯絡或金錢往來 並聲稱是協助調查許智峰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時事評論員吳志森直指這種威脅 只會在中國和極權國家才會發生 警方12日早上到新界元朗帶走三人 許智峰的外父李嘉林 外母何穆群及海妻卿長李錦彪 最終三人都獲准離開警署 沒有被捕 警方國安處由7月初 對8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發出圓洪通緝令後 就陸續帶走8人的在港親友協助調查 至今最少曾帶走25人 包括前議員羅冠聰的父母、卿長、大嫂、 前議員郭榮鏗的父母及卿嫂、 香港議會籌辦人、袁公儀的前妻 及4名子女及媳婦 在美港人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 執行總監郭鳳儀的父母及兩名慶長 以及許智峰的外父、外母及大寇等 許智峰表示 警方的做法令在港親人受到威嚇、造成壓力 他直言 中共對流亡異見者打壓越大 只會更顯獨裁者的殘暴 在國際更被孤立、自爆其短 傳媒人出身的吳志森在網上節目中 批評警方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 將被通緝者家人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真正目的是威脅 是要令被通緝者斷陸親 拿他們被家人埋怨 做到親情聯繫也不可以有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 9月13日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舉行了峰會 受到美國和盟友南韓等相關國家高度關注 尤其是兩人閉門秘密會談了兩個小時 雙方都對會談內容保密 為了盟友的安全 美國國務院13日決定 批准對南韓出售25架F-35戰機 同時不排除隨時制出制裁手段 普京週三在俄國遠東阿牧爾州的東方航天發射場 迎接金正恩 並且和金正恩握手大約40秒 然後帶領他參觀航天發射場 包括聯盟2號運載火箭發射設施等 普京和金正恩隨後連同隨行官員 舉行了長達3小時的會議 兩人接著還進行了一對一會談 在雙方會晤的同時 北韓還在南蘇地區 發射了兩枚短程彈道導彈 對西方的示威和挑釁意味濃厚 模擬也將朝鮮半島的緊張氣氛升級 美國國務院已經通知國會 已經批准向南韓出售洛克希特馬丁公司製造的 25架F-35戰機引擎和相關設備 美國國務院指出 這項軍售將會藉由提供大韓民國可靠的防禦能力 阻嚇該地區的侵略 並且確保與美軍的互操作性 來提高該國應付目前和未來威脅的能力 另外美國之音報導 金正恩和普京討論擴大武器合作 俄國和北韓意圖各取所需 金正恩這次公開向普京承諾 全面無條件支持普京的所有決定 美國方面認為 這顯然是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普京還接受了金正恩13日發出的訪問北韓邀請 有英國媒體引用肢體語言專家的分析認為 在兩人之中 普京對不耐煩的金正恩顯得焦慮 由第一次會面開始 金正恩的眼神交流 就顯得被自我意識強的普京佔了上方 報導還說 最初握手的時候 普京試圖以一種男子氣概的手勢 將手伸過去 控制握手的主動權 但是指揮權 就是年輕的金正恩主導 當他們坐下拍照的時候 金正恩的jacket 仍然是扣著樓 而普京就已經解開他的jacket 讓他看起來更願意談判 據肢體語言專家分析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可能在這次會議佔據上方 因為據報導 他願意向普京提供炮彈和反坦克飛彈 來換取衛星和核潛艇技術 但是也有分析認為 按國力 北韓和俄羅斯 還是不能相提並論 只不過金正恩更年輕棄勝 普京就更老奸計劃 而據韓聯社報導 這次普京竟然罕見 被金正恩還提早半小時抵達現場 半小時之後 金正恩才在黑色的豪華防彈列車出來 報導說 通常和其他外國領袖進行會談之前 為了能夠佔有優勢 往往會比對方還遲到 這也是一種心理戰術 報導指出 俄羅斯和北韓的地位 發生了微妙變化 俄羅斯在入侵戰爭中 彈盡緩絕 確實有求於其他國家 因此普京被迫在外交和軍事層面 向金正恩下賭 而在另一邊 美國就乘機施壓 美國政府上星期表示 俄羅斯和北韓之間的武器談判 正在積極推進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12號警告說 普京和金正恩之間的會晤非常重要 所涉及的內容 遠遠超出潛在的武器交易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表示 美國對莫斯科和平壤之間的接觸 以及對他們之間任何形式的潛在防務合作 都會密切監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警告 俄羅斯和北韓的任何合作 可能違反多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 美國在警惕北韓的衛星被用來研發平壤的彈道飛彈 普京曾經承諾就北韓衛星事務合作 米勒表示若情況確實 美國將會毫無猶豫地制出制裁 另外中共今次對普京和金正恩的會談保持沉默 也引發外界猜測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聲稱 北韓領導人對俄羅斯的訪問 是北韓和俄國之間的安排 涉及的是兩國關係 他還補充說 中國和北韓關係發展良好 分析人士認為 莫斯科和平壤更深層次的軍事關係 一方面令北京如坐針戰 一方面就緊張觀望 要確保自己的利益 英國議會下議院13日批准一項新法 禁止政府大樓和軍事基地 安裝中國的監視器設備 根據新規定 政府機構將撤除大批中國的監視器 新法人員需要送交上議員批准 才會正式成為法律 倫敦自負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主任 《古德漫畫》 這項法律將埋出新的一部 令海康威士、大華等企業生產的 中國製監視器在英國消失 海康威士和大華在英國的存在成為歷史 之前英媒報導 一名曾任英國議會研究員的男子 涉嫌替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因而在今年3月被捕 該男子發聲明否認自己是間諜 但他被捕的消息已經促使英國議員 呼籲政府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英國首相森韋成誓言 他不會接受中共干預英國民主 他剛剛在印度新德里20個集團峰會期間 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表明 絕對不會容忍任何針對英國的間諜行為 在英國議員前呼籲禁止消除 使用中國國有企業海康威士和大華的監視器 根據英國政府獨立專員調查 英格爾和威爾士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警力 使用海康威士製造的監視器 英國政府已經承諾 每年將向議會通報已拆除的攝像頭數量 以便議員追蹤相關進展 去年11月 英國政府以安全風險為由 要求各部門停止在敏感建築上 安裝中國製監控攝像頭 英國內閣大臣道登當時提交給議會的書面聲明指出 因為這些系統對英國構成威脅 這些系統需要受到控制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